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家附近不远 这里有一个登山步道 整个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小路可以走 所以常常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到这里来做多运动 然后跑一跑山 其实有时候跑步在硬地上面 在水泥地上其实我比较没那么喜欢 在这种土壤上面跑 对膝盖对脚都比较好一点 而且你会要去balance 你很多小的肌肉都会用到 Anyway 今天在这个场景 跟大家稍微做一点不一样的 风家庭的分享 As some of you know 你们可能知道我们的家里面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慢慢的 因为孩子们提出要求 所以开始搬到国外去 他们想要在美国那边 有一些求学的经验 其实Nathan走的时候 我们家老大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真的还蛮捨不得的 心情上要做一个转变 那个转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 当然现在我也知道飞机很方便 我们常常还是可以碰到彼此 只要疫情不要再来了 不需要隔离的话 我觉得much easier 可是那个真正的转变是什么 我觉得是家里面的五个人的这一个unit 无论你们家是 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 你们家一家三口的 一家四口的 我们家一家五口 这个unit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改变 就是by default 就是说在正常状况里面 我们五个人一起合体 的机会已经变少了 怎么说呢 就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无论大家多想要晚一点起来 多睡一下什么的 但是最终大家起床了 我们by doing nothing 什么都不做 我们的基本的配备 基本的状态就是 五个人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这件事情起了改变了 Nathan开始要出国读书了 然后follow他弟弟也出国了 然后再来妹妹 而各自要逐渐再大一点要去大学 然后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的我正好过了50岁的生日 I guess这个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阶段 也许你们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大 你已经碰到了 也许你们的孩子还小 Obviously一定会来的这一天 需要习惯一下 也就是说by default 五个人的这个组合已经起了改变 I guess这个就是所谓的emptiness 就像我讲的 也许你们的孩子比我大 你们已经历经过了 也许你们孩子比我小 It's coming 会稍微习惯一下 以后 也许曾经看过我们念雨风家庭的 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五个人上山下海 我们出去玩什么的 很多这种很多这种影片 很多这些经验 但是以后我们五个人要聚在一起 就必须要是也许逢年过节 也许是大家放寒暑假的时候才有机会 因为毕竟每个人可能都会在不同的地方 and 需要习惯一下 but I'm ok with it 我觉得也许今天要跟其他爸妈分享 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直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孩子 怎么样让他能够在未来 怎么样去长大 怎么去成长 其实actually 所以我们做爸妈的也需要去学习怎么成长 ok 我们要学习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那我这个人的个性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主动一点的 所以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从年轻开始到现在就是这样 我不浪费时间很快就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当我知道有这样子的改变 instead of 我坐在那里等 谁要上大学了 就一个一个慢慢就离开了 那我还不如准备好 你们想要去 那我们干脆就好好的去set up 好好的去面对 好好的准备自己的心态 It's coming Aden在离开家的前一天 就是我那天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我们家的所有人的手机 都有一个APP 就是我随时可以知道每个人在哪里 那我那天拍了一个APP 就是大家都at home 全部都在家里面 以后这样子的画面会比较少一点了 以前我无论在外面工作露营都多玩 其实我一看到那个APP大家都回家了 我就心里面就放心了 现在开始大家逐渐会越来越是如此 大家都会在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爸妈关心孩子的心情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爸妈准备好自己的心情也还蛮重要的 Anyway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无论你的孩子比我的大 还是你的孩子比我的小 That day is coming 我们都要做一点点的心理准备 跟一点点的心理建设 不要让孩子担心我们 我们常常说孩子不要让我担心你 Actually 我们也要做到让孩子不要担心我们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下个礼拜见 拜拜 下个礼拜 下鍋 给페ο 交上 下回 这 后 下 我們 曳 美